哎呀!哎呀!哎呀! 家屬大聲呼喊叫著工人的名字 因為他就被埋在土堆當中 情況危急 警消一人一產小心翼翼挖出土堆 救援分秒必爭 好不容易人救出來了 卻已經沒有了呼吸心跳 我是去問同學了 我才知道 不然我也不知道 這個我不知道 被活埋的是47歲的王姓工人 當時正在施作擋土牆工程 卻在工程結束準備下班前 只差3分鐘 土堆卻突然崩落 工人和怪手一起埋在3米深的土堆裡 你們那個擋土牆工程是不是 當時能夠做嗎 施工的業主現場不發一語 但私下表示 擋土牆工程施工已經3天了 因為土層鬆軟 正準備整地綁上鋼筋 卻發生不幸意外 被埋的大概3公尺 因為現場圖池比較鬆軟 那搶救人員只能 不能動用大型機械 只能動用人力的方式 來小心地挖掘 王姓工人最後送醫急救 仍然不治 留下4名子女和妻子 而現場的擋土牆為何會崩落 是防護沒有做好 又或是單純的意外 警方現在要深入調查 記得黃建章 詹平宏 在台中的採訪報導